最新太空动态来了 2025年10月29日 一颗来自星际的神秘太空来客 San Atlas 被多台太空望远镜捕捉到了爆炸式的新变化 它不仅亮度突然大幅飙升 竟然还变得比太阳更懒 更惊人的是 星图像显示的周围出现了一个直径达30分钟 公里的巨大辉光结构 像是披着一件泛蓝星际长袍 在近日点前后绽放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科学界目前是怎么看的? 今天的视频 我们带你从最新图像说起 结合刚刚发布的专业论文与专家观点 全面解读San Atlas 这颗不守规矩的星际访客 首先来看一个最直接的变化 亮度激增 根据2025年10月29日前后 多台太空望远镜的联合观测数据 San Atlas的亮度与日距之间呈现出极其陡峭的关系 亮度与距离的负7.5次方程反比正负1 这意味着它越靠近太阳 亮度不是线性提升 而是像指数函数一样猛涨 这种增长率远远超过典型奥尔特云彗星 甚至被勒布教授团队称为前所未见 哈佛教授阿维勒布在最新文章中指出 这种快速增量暗示其内部能量释放机制极为剧烈 可能涉及非典型的挥发物或复杂的构造解体 更惊人的是图像里颜色的变化 来自SOHO的LOSCO C3 GOS-19的CCO2 以及StereoA的HIE和CO2两所拍摄的彩色叠加图像显示 San Atlas在近日点附近 呈现出比太阳更偏蓝的光谱特征 图像经过绿光气中心波段为550纳米 绿光波段处理 对比太阳恒星背景可以明显看出 San Atlas的反射光偏移到可见光蓝段区域 这与彗星传统上偏红 由于尘埃反射完全相反 按理说 一个温度低于太阳数倍的星体 应当比太阳更红 但它却偏蓝的不合常理 最新发表于Research Notes of VAS的论文指出 这一蓝色特征可能表明San Atlas自身产生了某种高能激发胎的辐射 例如原子跃迁或等离子体放电 而不仅仅是阳光的反射 乐部团队进一步提出 如果该光来自发射线而非反射连续谱 那么这颗天体的亮度来源机制 可能根本不是彗星式的挥发过程 而是潜在未知能量源的外部迹象 CCOR一仪器拍摄的图像显示 San Atlas周围包裹着一个直径约30万公里的扩展辉光结构 其体积相当于24个地球排成一列 这一结构非常类似挥发 但也可能是因强烈气体喷发 与带电粒子相互作用形成的等离子炮 论文中提到 这一辉光范围与STHERX早在2025年8月探测到的二氧化碳与流结构规模相似 可能表示该天体有稳定的内部释放源 也有观点认为 这或许是某种碎片解体或内部能量快速释放的副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体积的辉光在普通彗星中极为少见 由于San Alice在10月21日与地球相合 太阳处于中间 使它无法从地面望远镜直接观测 然而正是这个角度 使得它进入了多台太空日面仪与成像仪的视野 Stereo A 使用HR1与COR2相机捕捉到了它穿越市场的动态图像 Soho 使用Losco C3日免移记录了其近日点临近过程 Ghost 19 搭载的CCOR1日免移检测到了辉光细节 图像以背景恒星为参考 叠加不同时间帧后 信息呈现出San Alice运动轨迹 亮度变化及颜色特征 成为本次观测成果的重头戏 按照最新发布的预印本论文与官方解读 这些现象综合起来指向一个核心问题 San Alice是否真的只是普通彗星 论文作者认为 它的轨道为开口星 双曲线 说明它不是太阳系固有天体 它的亮度随距离变化比彗星抖得多 挥发机制可能不同 它的颜色变化与传统散射理论冲突 提示可能存在激发胎辐射或未知能源 乐部在其文章中直言 我们正在对一种星际物理过程的第一手数据进行解读 这种过程目前未在已知天体中观察到 San Alice在10月29日经过近日点 目前正逐步进入地球野空可观测视野 到12月19日 它将达到与地球最接近的位置 届时 地面望远镜 哈勃与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都将参与观测 科学家计划获取更高分辨率的光谱数据与轨道细节 乐部在最新专栏文章中预测 如果它维持目前活跃度 我们或许能看到一次星际天体的发光解体全过程 总结一下 San Alice正在上演一场非常规的太空大戏 亮度疯涨 颜色异常 灰光巨大 每一个特征都挑战我们对彗星的传统认知 最新图像和论文的联合披露 让这颗星际访客从天文新闻跃升为科学谜团 我们接下来将密切追踪它的运动 变化与观测进展 如果你对它背后的物理机制有自己的猜测 或者你也想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外星探测器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点个赞 转发给你的天文爱好者朋友 订阅频道 我们会第一时间带来它12月在线夜空时的更新图像与深度解读